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昨天我们台湾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在银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但是这一波东北风不算是很强而且很坏的 今天北方的高压重心组件往东面移动之后 我们台湾的这个风向也转成比较偏东风 所以在包含大台北地区在内整个西半部 今天天气都是相当的晴朗稳定 甚至可以说是晴朗少云 那么银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有点这个云量局部零星的短暂正云 但是整体来说水气量也没有很多 所以大致上我们东半部就是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天气 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那么预计未来的几天都会是类似的情况 甚至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之前 我们台湾都是以风数为弱 而且是偏东风的天气为主 那么水气都是比较偏少 只有东半部地区水气稍微这个云量比较偏多 因为银风面的关系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正云的一个天气 但是大致上我们台湾附近水气都是比较偏少 所以天气都是比较偏稳定 但是在下个礼拜二左右 会有一波风面云气逐渐从北方接近我们台湾 大概在小年夜就是下礼拜三左右 这波风面云气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那么这一波目前从数值模式的预测看起来 水气量相对比较偏多 那么有可能在中部以北甚至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从这个小年夜的 可能礼拜二的这个下半天开始到小年夜 甚至到除夕的上半天会受到这一波风面云气的影响 但是因为时间还比较久比较长一点 所以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天气 但是在这个周末甚至到下礼拜一之前 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 也建议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时间来进行打扫 但是因为目前这个还是有缺水的一个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在打扫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记得节约用水 那么在降雨的部分的话 我们台湾因为附近水气没有很多 所以大致上就是一方面东半部地区 局部临稀量短暂争雨 未来四天的一个降雨的情况也可以看到 主要云量比较偏多的地方在我们东半部 但是没有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代表说这个降雨并不会太显著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因为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北部的温度趋势 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低温大概在17到18度 中午高温在24到27度 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智夜温差这个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南部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中午高温大概24到25度 清晨低温大概在18到19度 那么相对来说中部就比较 日夜温差会更明显 甚至晚上是有点到偏凉到偏冷 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期间要特别注意 虽然天气比较稳定的是 智夜温差还是有的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都还算是稳定只有灯漫步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可能局部零星 这个短暂暂在绿岛 蓝雨这个离岛的部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南部地区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因为风柱比较微弱 所以扩散条件不好 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甚至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 尤其在高雄屏东附近 要特别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是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的一个等级 明天白天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西班部都是相当稳定 但是中南部就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因为扩散条件并没有很好 东半部的话 大致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银封面了 我们东半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云量偏多 局部零星的一个短暂争雨 所以大致上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到下礼拜一之前 大致上天气都是稳定的 偏东风 晴朗稳定 但是西班部温差比较大 早晚会比较偏凉 中南部的话空气品质不是很好 明显族群甚至所有族群都要特别注意 稳定天气到下个礼拜一 下礼拜二就会有风门雨季接近我们台湾 但是还有变化的空间 提醒大家持续关注